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21例 两例境外移入 确诊个案中新增两例死亡 另外当天还有400例所谓校正回归上周的本土个案 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 新增的这321例的本土案例 162例男性 159例的女性 那校正回归的这400案例 根据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报告 22号当天增加的新冠确诊案例分布 以新北市384例最多 以板桥区103例最多 其次为台北市269例 以万华区174例最多 桃园市20例 台中市11例 基隆市9例 屏东县5例 彰化县及高雄市各4例 宜兰县 新竹市及花莲县各3例 新竹县2例 台南市苗栗县南投县云林县各1例 另外新增2例死亡病例 记者会上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报告 有400例校正回归上周各日的本土个案 引发台媒的高度关注 陈时中解释称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形 是因为各地筛检站此前陆续传出塞车情形 近期将通报速度提升后 这些个案才被筛检出来 他还强调 目前双北疫情热区的阳性筛检率 已趋于平稳 但台媒记者却质疑 未来筛检是否会持续塞车 此类个案还会不会持续增加 对此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态称 那个是不是塞车问题完全都解决了 没有 还没有都完全解决 只是大量的被解决了 言下之意 未来几天恐怕还有继续校正回归的个案存在 紧接着 有台媒记者继续追问 刚刚讲到回归校正一次校正的400例 那因为有媒体直接写说 今日单日新增了700例 那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意这样写 针对台媒记者的提问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一再强调 疫情的判断要回归正确数字 台湾新冠疫情严峻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却首度抛出校正回归的说法 引发台湾各界哗然 遭到痛批 22号 陈时中说出新名词校正回归 迅速攻占台湾各媒体的新闻版面 大家都在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卫服务每个礼拜都玩一次这样的数字游戏的话 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知道真实的疫情状况 我觉得指挥中心对于疫情应该要诚实透明跟及时 真的是有政府会做账 都是可以随指挥中心怎么调怎么调 能不能会对政府公布数据的公信力失去信心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在脸书表示 他身为台大教授会计博士 呼吁民进党当局将心思放在防疫上 不要再将事实复杂化 真正的重点是控制疫情才能让数字趋缓 另外朱立伦的办公室发言人林涛也嘲讽 如此玩弄数字 陈时中简直媲美数字管理大师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则是怒轰 以后谁还相信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 干脆每个月再追加校正回归一次 简直是世界级的笑话 在晚上我特别打电话给陈部长 偷了将近20分钟的电话 陈部长很认真也很实战 他说他也在找真正的原因 正常状况下他有大概是两天的时间差 可是当量多的时候 他的时间差就不只是两天了会更久 陈时中的校正回归说法引爆台湾舆论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 过去病例不多时 并没有把快筛视为确诊标准 都要求PCR核酸检测成阳性才会通报 因此造成筛检塞车后 形成校正回归的数据量 有涌筛的状况 造成到地方来 时间上就有非常的漏差 所以这六天的时间 我非常担心就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病例相当多的时候 还要坚持用PCR来作为确诊的人数 恐怕在公共卫生上是不太确实际的 而一次校正回归400例 台湾医界也不满 台湾医师苏伊丰点出 检验量能不足 结果出来的慢才是核心问题 而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 简化通报栏位的改善方法 被批评是搞错方向 台湾新冠疫情蔓延 除了防疫之外 也在防假讯息干扰 不过民进党当局却又借此污蔑大陆 子虚乌有的声称是大陆发动的所谓认知战 要来影响台湾社会 而对此说法 国台办也早有驳斥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图卡说 这是假讯息 因为在网络有人造谣称 蔡英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民进党当局防疫不利 却不断转移焦点 还将假消息的来源指向大陆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污蔑 使大陆释放假消息 影响台湾防疫 殊不知 在应对疫情方面 大陆方面早就表态 愿意尽最大努力 帮助广大台湾同胞 尽快战胜疫情 此前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这些说法再次验证 民进党当局 这种子虚乌有 蓄意捏造 转移焦点 嫁祸于人的惯用伎俩 防疫为重 生命至上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 面临的严峻疫情感同身受 愿意尽最大努力 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 广大台湾同胞 期待的是科学有效的 疫情防控措施和相关保障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应该多把心思 放在如何用科学专业的态度 防控疫情上 停止玩弄政治把戏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尽快控制疫情 切实保障 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 利益福祉 就在22号 对于台湾一些机构和团体 提出希望紧急采购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拥有独家商业权益的疫苗 以加强岛内防疫 复兴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以芳表示 复兴有意愿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自去年以来 我们通过多个渠道 一直在积极推进 向台湾地区提供这款疫苗 复兴期待安全有效的疫苗 能早日为岛内疫情防控 发挥积极作用 以利维护台湾同胞 生命健康安全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校正回归 搞得全台民众一头雾水 陈时中的意思是说 这多出来的校正回归的400例的数字 是过去几天确诊个案 因为每日通报会有塞车的情况 来不及公布 故将多出来的数字 选在星期六 没上班的时间做一次清仓 所以这400例不算在当天的确诊数 而是过去几天确诊数的分摊 对于陈时中的这个说法 台湾媒体惊呼 原来还能这样操作 台湾中国时报 以陈时中再创奇迹为题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原来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每天都是报少不报多 被发掘才概括为所谓校正回归 那过去指挥中心所做的超前部署 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是不是要到真相被曝光之后 再来个校正回归呢 文章表示 这种例子太多了 有人提出岛内疫苗施打顺序不对 陈时中反问 为何不早说 有人告诉他 华航机师会成为疫情破口 他也恍若无闻 最后才校正回归补破网 文章表示 一句谎话要用十句谎话来源 陈时中的信用整个破产 谁还会相信他的话呢 就算是坏掉的时中 每天也有两次是准的 而陈时中却没有一次准时 天天说谎 一直在去称时中的路上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就像是陈时中开的公司 他为了公司账目好看 居然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 然而这是攸关台湾整体的防疫的作战 没有准确的数字 怎能打仗 所谓防疫模范生的真面目 原来是这样的 陈时中又创下一个台湾奇迹 台湾媒体分析称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不能精准掌握新冠确诊人数 代表台湾病毒检测量能不足 跟不上疑似病例增加的速度 确诊人数统计才会失准 这个问题不解决 指挥中心手上没有准确的信息 如何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所以检测能量不足 才是校正回归事件真正的危机所在 台湾在疫情发生的一年多时间里 在提升检验能量 精进检验技术上没有任何的进展 这也是陈时中最该究责之处 眼下台湾疫情飙高 疫苗奇缺 民间人心惶惶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表示 当大陆主动施以援手 台陆委会不但毫不领情 反而望称大陆假好心 甚至控诉大陆阻扰台湾 从国际上取得更多的疫苗 这些都暴露民进党 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视 早在去年1月中旬 也就是大陆尚未启动全面抗疫之时 大陆就依据两岸交流机制 邀请台湾专家赴武汉实地考察 为台湾超前部署争取了时间 然而大陆疫情全面爆发后 民进党当局不但不守望相助 反而落井下石 利用疫情一再抹黑大陆 以疫谋独 即使在大陆有效遏制疫情之后 民进党当局仍然不愿意承认 大陆抗疫有成 对大陆疫苗更是不屑一顾 事实上大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抗疫表现最亮眼的 大陆疫苗已在国内接种近4.5亿剂次 正在向80个国家和三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 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 大陆国药疫苗的安全有效性 更是获得世卫组织的认可 至于所谓大陆阻扰台湾获取欧美疫苗 早就被证明是反中意识形态挂帅的 民进党当局试图绕开大陆代理商 未遂之后转而倒打一耙的操作 如今民进党当局一方面 寄望台湾自产疫苗早日量产 另一方面紧急向美国求购 那么美国是真心诚意 还是假人假意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因为新冠确诊病例数的激增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台北市和新北市病房调度吃紧 到22号中午 专责病房只剩下255间 负压隔离病房剩下38间 台湾连续8天确诊破百例 数量激增也起到医疗量能 当然现在是病患最多的 所以这个病房的调度 当然是相当的吃紧 截至22号中午 台北和新北的专责病房 只剩下255间 负压隔离病房只剩下38间 数字会随着确诊病例变动 因此台北市政府也规定 各地区医院要控出 十分之一的区域作为专责病房 在整个医院的病房的这个设施 跟这个动线上 我们也要重新做一个 重新的一个调整 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 专责病房的一个目的 这样 报道称台北新光医院 目前已空出十分之一的空间 设置专责病房 规划2到3人房改为一人一室 共空出53间给需要治疗的患者 至于负压隔离病房有16间 预计在5月24号完成 一人一室之外 如果除非他是有夫妻 那或许可以两人一室以外 基本上就是不能超过两人 这些专责病房 你也必须要有所谓的前区 然后要有个缓冲区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专责病房区 台北荣总医院 也正在设置专责病房当中 目前清空4层和5层楼 预计两周内会完成 陈志中也要求 24号要把全部专责病房开设出来 高危险因子或者是 中重度的这些症状的病人 所以这些空床 当然有的时候是作为这个调度或保留 台北和新北市医疗量能紧绷 各医院都满载 医护人员也长时间作战 相当辛劳 有护理师在脸书发文说 戴了8小时的两层口罩 又门又热 手套下的汗水 把手泡得又白又肿 隔离医也不透气 额头上更有防护帽的压痕 他语重心长地说 与其大家向医护喊话要加油 不如好好待在家 最实在 新北市是目前岛内新冠确诊个案最多的地方 民进党也抓住机会攻击侯友仪 防疫慢慢拍 不过侯友仪不打口水战 仅表示专心防疫扛起责任 绝不推诿 以类似前进指挥所的概念 新北市要在累积最多本土病例的两个区 板桥和中和设置热区防疫中心 比对疫调足迹 范围涵盖板桥区东边12个里 和中和区8个里 大约9.8万人受到规范 要成立一个机动筛检站 另外对人潮积极多的市场 卖场做好人油管控 第三个左洞市的茶坊 强化高热点的行为 以及前范围的大清销 末期换文链大清销 防疫管制必须以更强硬手段 执行落实强化三级警戒 预计挑选活动中心等相对空旷的地点 建置防疫中心 届时会有警销人力进驻 这一个礼拜里面 我看到新北市的市民 自动自发 自立性非常的高 能够快事的展开 团结一心来防疫 积极防疫 新北市府动作不停 看着空荡荡的街头 侯友宜对于市民的防疫积极性相当肯定 而对于民进党连日来的攻击 他依旧秉持不打口水战的风格 专心防疫 对于民进党的指责 没有多做回应 一肩扛责任 现在我是新北市长 新北市疫情好不好 新北市市长 侯友宜一身扛起责任 绝不退位 在这段时间任何人的批评 任何人给我的建议 我都认为那是上意的 只要大家保持低度活动 谁生带酒精也带口罩 把它带好 这样子我相信疫情 这两个礼拜以后就会往下降 台湾因为疫情严峻 将防疫等级提升到三级 在这个周末的台北 街头空荡荡 没有逛街的民众 甚至还有百货公司 干脆提早打样 从上空俯瞰台北市新医区街头 放眼望去 竟然都没有人 实在难得一见 整个市中心已经宛如空城 明明是周末 却几乎没人出门逛街 只有少数几辆车开过 周遭巷弄 里面也没有多少行人 现在走在路上 我的身边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 很难想象 这是周末的新医区街头 但是专家说 要挺过这次疫情 这样的景象 恐怕要持续超过两周 在路上能看到的 其实都是来上班的店员 连百货门口管制的保全 都无聊到做起运动 苹果专卖店里只剩店员 几十分钟过去 也没客人上门 地点换到东区百货外头 同样小猫没几只 干脆提早打烊 预防性消毒 还在路上走动的 都是刚下班的柜姐 没有客人 另外平时周末 挤满人的华山园区 也出现类似景象 甚至周遭假期为离 已经无法进入 大部分民众都懂得自律 出门的人变少 就是希望能阻止疫情再扩散 专家解释 虽然这几天 确诊都是数百起跳 但几乎都是 十五号前感染的案例 要消化设检结果 找出潜伏期患者 恐怕两周之后 也就是二十九号 甚至六月初 每日确诊数才会下降 但如果还在增加 代表三级警戒没有用 就会进入新一波疫情高峰 要迎接的恐怕就是四级警戒 民众忍一时 避免再让疫情恶化 否则要回归正常生活 恐怕遥遥无期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病机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全国台联2021两岸媒体人陕西行 近日来到了位于陕西西安 与山西林坟交界的湖口瀑布 近距离领略千里黄河 一壶收的壮观景象 两岸媒体人深刻感受 母亲和黄河的壮阔和震撼 相信大家已经通过我们的镜头 感受到了崩涌波涛的黄河水了 但在湖口瀑布前 着实让人震撼 黄河之水天上来 崩流到此收湖口 挽着这崩流不息的黄河水 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湖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 黄河从上游奔流至此 遇到两岸俏立的石壁 河口收树 侠如湖口 因而得名 瀑布上游的黄河水面宽300米 水流在不到500米长的距离内 被压缩到20米到30米的宽度 奔腾的黄河水 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 倾注而泄 惊涛拍岸 飞溅出的水雾 笼罩了黄河两岸 两岸媒体人感受这壮观的景象 直呼震撼 我从小到大 就是一直透过电视机屏幕 才能看到东西的话 现在居然能够亲眼看到 我也希望能够透过我的镜头 能够将我们的母亲盒拍得更美丽 你只有到了之后 你听到她在咆哮 然后你看到她在翻滚翻腾 你看到她冲过两边 河东河西的万人高山 然后这样冲出向前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每个人都会感到振奋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场景 相当具有一个黄土特色的 我认为今天要做一个两岸的交流 很多人没有来过大陆 相信只要你看过大陆 你就会爱上我们的祖国 由中国围棋协会和福州市政府联合主办 台湾祈愿参与协办的第四届无亲园杯 世界女子围棋大赛 即2021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 2021年7月将在福州举行 届时来自世界各国和台湾地区的围棋好手 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赛 在22号的签约仪式上 中国围棋协会与福州市政府再次达成合作 未来三届该项赛事都将落户福州 福州也被授予围棋之乡的称号 当天2021博斯软件杯中国围棋新秀争霸赛决赛同步举行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山东的三段选手李浩同荣获冠军 赢得了12万元的奖金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2号华中师范大学会安亮亮中学 立足海西创一流名校媒体见面会 在福建会安举行 华中师范大学会安亮亮中学校长尹丽华 领衔的学校管理团队 和拟任校党支部书记王新平集体亮相 发布会上 华中师范大学会安亮亮中学尹丽华校长 全方位的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 目前华中师范大学亮亮中学 已招募实力超强的76人专任教师队伍 同时还聘请了国内顶尖的课程研究 德育研究专家和基础教育界著名的特级正高职教师 奥赛教练组成学校专家委员会 学校预计今年9月正式招生 初中部高中部计划各招生500人 我们这属批团队是三高三有 就是高学历高素质高专业水准 同时是有情怀有思想有理想 因为有强大的亮亮教育基金 强大的华中师范大学 以及华市一副中的各方面的支持 有这么多优质的资源的融合 所以立足我们海西把这所学校创办成惠安全州 乃至福建乃至全国一流的学校 据了解华中师范大学惠安亮亮中学 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集团和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政府 合作举办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民办完全中学 由达力集团董事长许世辉先生 捐资十亿元设立惠安县亮亮教育基金会兴建 委托全国名校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全权管理 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办学 政府支持名校管理专家制校的学校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1号 纳米比亚副总统姆本巴 接种了来自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 此前 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玛也接种了中国疫苗 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高度信任 当天 姆本巴顺利接种第一剂国药新冠疫苗 他希望纳米比亚民众能够积极进行疫苗接种 降低该国的感染率并减少住院人数 避免疫情恶化 3月16号 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纳米比亚 3月19号 纳米比亚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 据纳米比亚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20号 该国已为59114人 成功接种新冠疫苗 据美联社的报道 一名奥地利籍知名探险家22号声称 位于尼泊尔一侧的珠穆朗玛峰 南坡登山营地发生群体感染 上百名登山客和当地向导感染新冠病毒 不过这说法尚未得到尼泊尔政府的证实 奥地利籍探险家卢卡斯·菲尔滕巴克当天表示 他的六个夏尔巴巷岛和另一名非尼泊尔籍工作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综合各方的消息 他认为珠穆朗玛峰南坡登山营地 至少有100人感染新冠病毒 菲尔滕巴克先前抵达珠峰南坡的大本营 后来因为担心疫情而离开 目前还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尼泊尔政府暂未回应菲尔滕巴克的说法 此前尼泊尔方面曾否认珠峰南坡大本营出现群聚感染 受疫情影响 去年没人在春季登山季从南坡攀爬珠峰 今年尼泊尔政府一共向408位登山者发放许可证 这些登山者及其当地向导和提供支援补给的工作人员 会集中在海拔约5400米的大本营 等待登顶的适合时机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最近一段时间 泰国各地监狱不断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事件 针对泰国监狱一项新冠病毒筛检统计显示 在接受检测的约3.7万名囚犯中 有近一半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为遏制疫情蔓延 泰国司法部惩戒局22号 在曼谷郊区的一座监狱 启动了为囚犯接种疫苗的工作 接种首日 首批约1500名囚犯按照流程依次接种 其中大部分人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 其余少部分为阿斯利康疫苗 刚果金东部靠近哥马市的 尼拉贡哥火山 当地时间22号晚发生喷发 喷出的岩浆和火山灰将天空染红 尽管当地政府没有下发撤离命令 但此次喷发还是在哥马市引发了恐慌 近200万居民连夜逃离家园 尼拉贡哥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上一次大规模喷发是在2002年造成数百人死亡 当地时间22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据警方介绍他们最初接到一起持刀袭击报警 但赶到现场时发现临近地区发生了另外四起持刀袭击案件 共有五名受害者 此后警方成功锁定一名29岁的嫌犯并将其逮捕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次袭击进行调查 以初步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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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